欢迎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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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 hello大家好 我是阿星 阿星现在在江西南昌的安邑县 南昌人特别爱吃粉 一大早都得来一个半粉 天天吃粉 你知道这个粉是怎么来的吗 怎么做的吗 哪里的粉最好呢 你看 古人都给你总结了 在清代的安邑县制上 有句话是这么记载的 米粉出处甚多 宗山最好 今儿咱就来到了宗山小镇 这个镇也挺大的 东个一村 西一个村 村和村之间都做米粉 谁都不服谁 哪最好呢 但是当地公认的还是这里 东江村 昨天我联系到一个大姐 大姐她家是不做粉的 但是她哥是做粉 这两家挨着 今天咱就拜访一下大叔 这个大叔叫做吴传礼 在周围十里八村做粉 也是鼎鼎大名 走 咱看一看米粉是怎么做的 整个流程 然后顺便尝一尝正宗的宗山米粉 走着 顺着小路走进来 咱算就进了村了 看我这边 大片大片的是稻田 是做米粉用的 大姐家就这户人家贴的红红对联 这个村子是家户户都会做 但是 现在也就剩三户人家做米粉了 走 咱从这绕一下 两只小黑狗 狗狗 狗狗 这就是标准的农村小土狗 土蒙土蒙的 就是跟憨憨一样 还特别胆小 走到院子角角有一个房子 是偏偏盖的 还有点像陕西的这种房子 有溜边盖 咱进来看一看 这就是一个灶台 这个灶台应该是现在还在用的 主要是进来看里头这里 看这里 这个就是古法炸米粉的 这个叫炸龙 有点像陕西的活乐房子 不但是房子斜着盖 这个炸龙也特别像压活乐的 但是人家这个更大 大的多 这里是个烟筒 底下就是个大锅 把米粉就炸出来 炸到锅里头就开始烫 不过现在太老了 你看 都散架了 稍微动一下 全部掉灰 看这个样子我感觉好像是 人以前这样子上去 然后往下压 因为这么大的设备 肯定是需要整个人站上去的 其实这种古法的炸粉 反正没有现在机器炸出来的光泽 吃起来更有韧性 为啥呢 就因为人的力道是不均匀的 出来以后没有那么光 也就是说现在的工业代替了啥呢 就是代替了人力 比如说以前拿个石墨 一点一点这样墨 再比如说人上去这样压 但是现在工厂里的米粉 和这的米粉还是有区别的 比如说工厂里头 一天产二三十吨 他们是拿这种烘干机 烘干的 但是在这它是自然晾晒 靠天吃饭 比如说一年可能有一半 或者三分之一的雨水 所以说这产量就是非常低 一天一货 像他们家可能就是一天就一百来斤 你看这有些商家来这进货 这满后备箱全是干的米粉 他们在这个乡村里头 就能够很多人来拜访 来做这个生意 看完那个炸龙再来到这个房子 这个机子是干啥呢 就是揉米团的 然后就一踩一踩一踩 然后大大的米团在里头就不停地揉揉揉 我研究了半天 我刚才没说对 不是在这 这是拿脚踩的 是在这你看到没有 这有一个槽子 然后这就是石头 把面团 把米团 老生的面团 把米团放在这里面 用这个石头不停地揉揉揉 然后就好了 这套东西现在真的是很少了 这个是不是还是可以控制方向 这几个钢就是把新鲜的大米淘干净以后 放在这里面要发酵 看一下 哇 这个味 这个颜值 有点像酒糟的感觉 有点臭臭酸酸 哦 哦 哦 habt 嗯 咱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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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打个银也做铁锅 为啥要蹲下呢 我发现这烟是往上跑的 蹲下还能好一点 现在全是拿柴火做的 柴火打铁锅 这个烟太大了 差不及您的 哎呀 这会烟太大了 正在烧火 烧火以后就开始煮 纱布滤过以后的这个是吧 然后这个以后再揉一揉 就揉成了这个 直接在这就就成了蜜粉了 呛死我了 还得蹲下 现在这个村子里头 我发现就没有年轻人在做的 就是那一家 就是那个下面有一家 一个40多岁 45级左右 还有这个 这个工艺应该一块块传下去 是吧 这么好的 现在传不下去了 传不下去了 太苦了 太累了 太苦 又苦又累 对 又脏 没有一好衣服撑的 对 除了这突然的晴天 平常都是半夜两三点起来 是啊 每天都两三点 下雨天就是 还要做这么多 七七八八的事情 而且这个本身工序也太复杂了 就一点二点 一道一道一道 最后还要亮 还要说不清楚 现在还好 现在有这个 又是电啊 突袭啊 这个东西不要人家管 原来我们都是 一单单的下面扛上来的 这个也是 这个有啥品种呢 叫什么意思 品种 我们这是叫 早美 早到 晚到的美 软 就做不成 就年性太年了 这是我哥哥他把团捞进来 捞好就放到窝里去做 有一点酸酸臭臭的味道 但是吃米粉的时候是吃不出来的 很多人天天吃米粉 但是从来不知道 从这么一大盆 揉成像这样大的疙瘩 都得费多少功夫 你别说那种小疙瘩 就揉这么大 这么大一盆 你试试 年轻人都给我喝一壶的 太辛苦了 好 太辛苦了 当我看了我才知道 我以为是拿那个米团 直接放在这里 就往下压 不是 也很调脱应该 还有一个过程 就是先要把米团煮熟 然后晾一下 然后再压 不晾 不晾 直接就压 不是 还要在这里打 这个堵 堵得还要打 这个堵不过 煮了以后还不算吗 还要不再打 打完了就这样 还要老的还要放在这个城里面 太辛苦了 差学口吗 不容易的 七十多 你今天七十几 刚好 刚好七十 我爱吃 你看看身体 这个东江葱的米粉 为啥那么好吃呢 它用的是井水有很大关系 就是管子直接戳到外面的大桌里头 以前的时候就是这个 现在随着工业科技的发达 这些东西只要是费劲的 全部拿机器代替了 七十四眼 今天做的七十四眼 哈哈哈 然后干啥都可以买一串 啥叫树叶有专攻 看见这个院子里头 感觉各种各样的东西 你像乱乱的堆在那里 但是拿出来它都是有用的 比如说稻草 刚刚好好就卡在这里 你看 这就是专业 三分之一不下雨 不得 一半一半 一半 一年等于说只能做一半 做一半五岁 也刚好 你可以休息一下 是 所以说做啥不能分心 就跟小孩学习一样 做了五十年的老师傅 然后就因为跟我聊天聊的 也就忘记了 忘记把这个皮带给搞过去了 太有意思了 现在又拿出来 然后把这个皮带要挂上 咱还是不能太打扰人家 咱就在旁边拍看就行了 不要再凉圈了 这是叫漆水 它是漆下来的 这是叫漆粉 这个漆粉很疼 这个漆粉很疼啊 这个漆粉很疼啊 粉淘过水以后 好了以后就在这上面 这样子晒 基本上一天如果阳光足的情况下 几个小时它就会干 干了以后就这个样子 看着有点像粉丝 刚才那个人来进货开车 就拉了半后备箱 就是这个东西 但是今天咱就吃这个新鲜的 真是有韧性 米粉一毫 大家都来了 尝一尝 家乡的味道 家乡的味道 家乡的味道好吧 多来一点 对 看到这一幕 乡里乡亲一来 我感觉有点像陕西农村 吃面 是过事 红白喜事吃这个面 哇 这个粉太糖了 我的天哪 太漂亮 早点的 这个小肚子来 这个小肚子来 咱一来捞一碗 冰冰凉 这个井水特别的凉 这么长 好 这个拌粉的酱汁是最关键 多来一点 从小吃到大就爱吃这个 对 这个是韭菜还是葱 葱 香葱 香葱 都有菜 姜 全是辛辣的 姜 蒜 葱 还有辣椒 小米辣是吧 是 小米辣 我们自己种的辣椒 自己种的辣椒 是 天哪 自己种的 也就是说这一碗 从里到外全是纯天然 全是农家的 来一口 这一碗 教了命了 我真的没想到是这么好吃 一点不夸张 大叔炒的酱料简直是绝了 很鲜 酱油的鲜味能体现出来 然后辣椒 还有蒜 姜 葱 这些冲的味道 全部都在里头 咸蛋正合适 这个口味一会来两碗 嗯 它这个味道 感觉里线有点性 嗯 特别筋道 很细 个人端着个人碗 就边吃边往自己家走了 咱再来点 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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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新炒的 太香了 你看 81大 81岁的阿婆 奶奶都能吃这么多 你看看 是吧 是呀 81了还能吃这么多 这么大一碗 太厉害了 比我这个碗都大了 一人一小盆 我这都算少了 它这个粉是纯农家的 和南昌半粉还是有区别 南昌半粉里头会加一些 比如说萝卜丁 还有一些花生 料更多一点 包括麻油 但它这个就比较简单 就是给你炒了一下 原生态的味道 特别棒 它这个安逸的米粉为啥好吃呢 它特别能吸收酱汁的味道 这样一拌 让它特别浓 这个就是冬中的冬三冬的米粉 就是我们正宗 对 正宗的 还没有以前的 还没这样 如果以前的米粉 你做好 就更棒次 你做 你做 做米粉的时候没感觉 这一做好 人全来了 来呀 原来村里头人也不少 没错 好吃 好吃 真好吃 真的好吃 下次再来 好吃 奶奶是从小吃这个 那不也点点滋味 对 一袋一袋传下来 都是这个 一袋一袋 你们这个酱汁也是按这样炒 对 都是这个味道 这是这样的 让我们自己冻的东西 e 帮你 色尝吗 水尝他 你吃吧 你舍然 让它什么 脸 看它完之后 一腕一个 这个温你 기不及 这 paling它 它最红了 先示範 这是8 一条 Denis 酸的可以 我觉得 来里面 这次做 好安逸 这次做法 它还没像断断 iş 好 榨 煮 晒 这8步 米粉就做成了 听着就挺复杂的 做起来更复杂 做的时候我跟大叔聊天 发现大叔很有意思 他跟我说了一句话 你知道为啥我们这的米粉有名吗 我说为啥 他说一 凭经验 二 就是要用心去做 我听完觉得有点挺搞笑的 特别的官方用心去做 但是我仔细一回想 经过50年 他才能沉淀下来 如何用心 你直接上来不懂 你肯定也不知道如何用心 所以说做出来的味道也非常棒 但是通过和大叔聊天 我知道他这个村子马上就要搬迁了 大叔说无论我走到哪 中山米粉的手艺就会传承到哪 我就会一直坐下去 为大叔点赞 大家来到南昌尝一尝南昌拌粉 不妨也到附近的中山尝一尝中山拌粉 味道绝对不会让你失望 好 那就这样